末后时代会有假基督 假先知假教师 若是能行会使选民都迷惑了 他们在行大神迹大启示 他们讲爱 他们也做了很多 让你感受到温暖的事情 被肯定了 你感受到你被包容了 你感觉你在这个地方很自在 但是他让你的自在是短暂的 他会带领你进到灭亡里面 我们知道现在诈骗手段 白白总 从以前粗糙的诈骗 到现在多么的精致 花很多的时间关怀你 让你感受到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然后还邀请我出去玩 还为我付机票 还帮我安排好行程 最后他说 走我带你去一个奇妙的地方 一去进到了一个深渊的地方 在末后 假先知假基督的诈骗手法 就如同这样 你在外表你看不出来 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我认识最好的人 而且我跟着他 他为我祷告 哇我病好了 哇我的问题解决了 为我祷告 哇我所盼望的事情临到了 或者是有一个前所未有 对我的关怀关心 他只要在我身边 我感觉到好美好 这就是一个诈骗的手段 对不起我要直接说 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要在这边 神提醒了我 跟各位说 你怎么去辨别 谁是真基督徒 谁是假基督徒 谁是真教师 谁是假教师 谁是真牧师 谁是假牧师 不是成功神学 灵恩派 福音派 这些你看不出来 分门别派的事 你看不出来 你只能去分辨他 在此刻的所有 真正属神的百姓 嘴里只会讲神的爱 再说一次 在此刻的百姓 嘴里只会讲神的爱 他会弃绝掉很多 华言美词 他只告诉你 神有多大的爱 接下来请大家听得清楚 当人在跟你讲神的爱的时候 他不掺杂人的爱 他是没有人性的 为什么我会说他没有人性 是因为那天我们在分享 保罗就说 他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 然后结果他就被人家 叮 就说你可会有点人性 因为他讲太多关于神 而且是以神为中心 真的神的选民 神的百姓知道 我们就是要完全去掉 人的想法 完全合乎神心意 所以当一个人 在想神的爱的时候 只有神的选民 能够听得懂 记得这句话 只有神的选民 能够听得懂 因为他的爱 是超越世人 能够理解的 他的爱 二者是听不懂的 二者是没办法理解的 这个是神的选民的 一个很重要的暗号 当他在分享信息 当他在跟你连结的时候 你要感受的是神的爱 而且当你要感受神的爱的时候 一定要去除人的爱 人的爱 他有对你的关怀 他有对你的包容 他有对你的好分享 但是那个爱不是神 那个爱是宗教以下的爱 宗教公义都能够讲这个爱 但他没办法触碰到神的爱 神的爱只有神能够去发动出来 那是阿嘎培 没有人可以做得到阿嘎培 但是人能够用灵去感受到阿嘎培 Amen 人可以用灵 因为神吹了那口气的只有人 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有灵的活人 灵就是神的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比喻神是一个大海 神是个灵 他就像一个大海 他可以分出无数个水滴 每一个水滴都是一个灵 所以人有灵 就代表你就是拥有神的其中一部分 我们是一个个体 但我们又能够跟神融合 而神他就是用他那份爱 在唤醒你的灵 因为只有那份爱 能够让你的灵苏醒 只有那份神的爱 让你感受到的时候 你被他的那个爱给包围 那是前所未有的满足 前所未有的感动的时候 你知道他不一样了 那就是神在找你了 呼召你说孩子回到我身边 记得当你触碰到那份爱的时候 你要弃绝人给你的爱 不是我们没有人性 是因为我知道 我要用神的爱来看待事情 而当你要给别人的时候 你不要用人的爱去给他 人的爱里面有恋慕 人的爱有自由意志 人的爱里面有分别善恶 那个爱不完全 你只能用神的爱去爱一个人 而你要怎么知道 用神的爱去爱他 当神要你爱他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因为你的灵跟他连结在一起 量子纠缠的概念就是 不管两个个体 在哪个多远的时空 当他们要连结在一起的时候 超越时间跟空间 A跟B相同地感应到对方 所以他说当你在观测在某一处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发生了弹索 总之就是 这时候你的心思意念会与神同步 因为如今活的不再是你 乃是基督的灵在你生命里面活着 那个时候你所思所想 所作所行所看所闻所说的话 全部都是按着神要你做的事情去做 不要按人的意思 千万不要按人的意思 因为我们都只是一个器皿 器皿如果没有承载 神的灵在这当中 它就是个花瓶 只能摆在那边 而当神的灵浇灌你的时候 那个器皿就变成了一个圣杯 就变成一个神圣的存在 一个福杯满意的圣杯 它会使周边的人因你而得福 当我说到这边的时候 如果你能明白 我相信你知道神的爱是什么 而在这边我也要呼吁各位 要更多地去渴慕神的爱 你我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跟知名的牧师 知名的神学家 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拥有同样的灵 来自于神的灵 不是只有牧师神学家 或是传道人宣教士他们的工作 是每一个神的百姓 拥有神的灵的儿女 都应该要兴起起来做这件事情 你要让你的灵大过你的一切 再说一次 你要让住在你里面的圣灵 大过一切 当你在生活当中 你的所思所想 你发现圣灵越来越微小的时候 你要自我警醒 神啊你的灵要大过这一切 你的意念要高过我的意念 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 因为我是器皿 我是受造物 你是造物主 你是把圣灵带给我们的那位独一的真神 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 简单来说 你就会自动进到你的命定里面去 你进到命定 我进到命定 他进到命定 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命定当中的时候 神就会调动万有 让我们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之下 我们一起来成就神伟大的工作 你会发现 他把每一个不相干的人 但是有同样合一的神 让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神感动你做这件事 神感动他做这件事 神感动我做这件事 也许在美国这个时候 叫你做一件事情 远在亚洲的台湾 突然也感受到做一件事情 马来西亚 缅甸 上次还有非洲 不管是哪里 神在不同的时候 感动你做一件事情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你这么做 但是你顺着神做了这件事情 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 都在为神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个事情合在一起 那就是神干的大事 神要人干大事 不是叫一个人干 神要神的儿女 神的军队 神的百姓一起来干 所以我要邀请在座的乘客 一起来为主干大事 干什么事 从你的小事上忠心 最小的事情 就是成就神最大的事情 所以开始要为小事上忠心 你过去不想读圣经 你会想要用很多的借口 忙碌告诉自己 我没时间 这个时候请忠心 该读圣经就读圣经 你有时候不想祷告 懒得祷告 这个时候请忠心 请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 你有时候就不想要去 为人做点事情 不想去理会那些人 不想去跟一个人和好 请在小事上忠心 你有时候你就是很想要讲八卦的话 请在小事上忠心 勒住你的舌头 你有时候就想要做一些 背逆神的事情 请在小事上忠心 在此刻我为着神的国 我hold住我自己 因为我不想要再活出老我 我要活出真我 我要活出有神的我 而这个我要越来越小 他必兴旺 我必衰微 当你要神在你身上发光的时候 你的我就要越来越小 不要再太做自己 神其实让我们很做自己 但做自己不是做到与神隔离的自己 而是一个真正的自己 是能够跟神永远同在的自己 Amen 这边最后就是在提醒 所以未来不管你在哪边遇到基督徒 你要静静的听他说的话 里面有没有神的爱在当中 Agape 神的爱在当中 不是他讲爱 讲爱 讲爱 那是人说出来的 Agape是不能用言语讲出来的 是让你感受到 而那个感受到不是表面上面的温馨 而是你在内心灵里面的触动 你知道神在呼召你 在跟你说 孩子我在这